会放在论坛 所以如果你点选论坛的话 应该都会看到 那因为 礼拜二 因为我回去 其实已经传上去 但是忘了把它贴到这边来 所以有同学提醒我一下 我就赶快把它贴到这边 如果说有时候我可能 放得比较慢 可能隔了两三天还没有 你可能提醒我一下 那我就把它再贴上去 回去的话当然 我只要讲过 我是建议 你不要只是会之外 因为会当然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可是问题要叫你现场写出来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现场写出来 也就是说最好的进阶是 你重新开一个模组 然后把这件事情再做一遍 那完全不会遇到困难 那表示你是会的 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 一定要正确的把它写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逻辑 因为我的程式有我的程式逻辑 你也可以按照你习惯的程式逻辑 都没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 就是速度要要求一下 因为以后你如果到职场上面的话 老板不可能说等你很久 所以最好是 你除了要正确之外 也要在速度上面提升 那怎么样速度上提升 就是你要很熟练 那怎么样可以熟练 方法很多 反正不断写就对了 不断不断练习 不断不断练习 练习一起 次数该因每个人的那个知识而有所不同 所以像我跟各位讲过 像我之前还蛮喜欢去日本的 所以就学日文 就是我刚开始学我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怎么办呢 但是我有过人的毅力 就是说我可以听他千遍都不厌倦 对我每天每天播 每天每天播 反正总有一天我慢慢就听懂 对这也是这种方式 其他还有什么方法 自己再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 可以让你增加你的那个 就是记忆的方式 OK就把它记下来 他很快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像我下礼拜 也要去考一张POW BI的那个原厂的 微软原厂的证兆 他当然学校给考古题 那考古题150题 里面都英文的 我每天一直看一直看 看得很累 真的比自己上课还累 有点想要 当然一定会心里想说 我要去考 谁会想要花这个时间去考这个试 虽然说学校已经非常佛心的 帮忙出考试的费用了 但是 还是会觉得说 不过还是 反正我就有空看一下 我空看一下 反正回想 以前当学生不就是这样子 对 但你要能够拿到高的分数 你一定要花相对应的那个努力 对 那就是花时间就对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尽量把时间抽空出来 你平常会做的那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什么叫不必要的事情 比如说追剧好了 对 或者说你可能会去打游戏 有些人会打游戏 或者你可能会跟朋友 聊天打哈哈之类的 反正你觉得浪费时间 你就把它剃掉 你就拿来练写程式 那就不得了了 OK 不过会变成你就慢慢就没有朋友了 没朋友 没空 你懒得出去 我要写程式 不要吵我 OK 不过这怎么说呢 选择啦 OK 不过我觉得朋友不用再多 真的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就知道谁是你的朋友了 对不对 这真的是说的是一段血泪死 真的 慢慢发现 真的 平常好像大家都称兄道弟的 但当你有难的时候 一个比一个远 对不对 一个一个跑都跑掉了 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还要跟他借钱的时候 哇 他吓死了 你干嘛 你 哦 还直接跟你讲说 哦 你要跟我借钱 我可能没有钱 对不对 你听会觉得 啊 好心酸哦 我 我在这边也不会跟你借钱 对哦 人中有 落难的时候吧 因为说这个哦 是想到我之前有创业的经验 真的为了要创业还要烧钱 那烧钱没办法啊 对不对 这个当然说来话长 好 好那上次上课的部分的话 就是呢 学会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在用Python去开档 两行程式 有没有 一个F等于Open Open后面档案名称 逗点R模式 对 然后如果第三个就是如果有编码 假如说 他是用非微软阵营的档案 比如Google 那你就UTA Ecoding等UTA8 然后后面的话呢 第二行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读进来的话 那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read就全部读过来是一个字串 realize读过来也是字串 那realize加S的话读过来会是一个串列 那realize会比较常用一些些 那为什么 因为读进来的话 你可以分别在针对里面的资料 如果切割的话 再利用什么Sprint 有没有 切割之后的话呢 再分别把它丢到 比如Excel 或者分别再丢到这个资料表里面 因为一定一个一个嘛 一栏一栏的嘛 要把它分开来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计算 像上一次的那个国文英文数学 如果你不切开来的话 那你就无法做计算 OK 那也没有办法做后续的 当然你不用更不要说你要做报表 OK 所以有时候呢 针对这个资料来源 假设也许是一个档案 也许是ERP 也许是网路 也许是什么什么 反正来源一堆 对不对 那你需要什么 你就需要先把它做 所谓的资料的正规化 那这个正规化 其实讲白话的意思是说 反正你就是要把它切成表格式就对了 然后表格的话就一个萝卜的坑 反正你就先做成这样子 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 那你后面东西呢 都不要讲了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我这个东西乱七八糟的 我怎么要把它变成后面我要产生的报表 跟这个图 那我说第一件事 你就把乱七八糟的东西 变成表格式的 你再来谈后面的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啦 OK 所以那要怎么样可以 很妥当的变成表格式 那我就说你第一件事 当你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你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你输入的时候 你就最好是什么 用栏位式的 或者是表单有没有 一个一个 这个就是放在哪个栏位 这个放哪个栏位 反正一个萝卜的坑 那这样不就好了 对吧 然后呢 尽量就是在前面的部分呢 都把问题先解决 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了 不要说你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之后的话 你要再做处理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OK 那怎么样做前端的控管 也许这个部分 大家再思考一下 然后取前十个 前几个的话呢 有范围性的话 就for回圈 那for回圈有range range你可以取哪一个 那哪一个 一定只能for 那如果你用画回圈 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画回圈 当然不如用for回圈 来的简单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知取两栏 手机跟姓名两栏 怎么知取两栏呢 那一项嘛 就是切割 Splitter 这个当然上次有讲过 所以你如果忘记的话 请你要回去 再把这一个题目做一下 影片在这边都有 OK 上次上课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存成那个存档 我们刚刚讲的存档 存档就两行 有没有 就是模式就把它改 open 后面这边模式就w 那编码方式看你要存哪一种格式 如果是给微软用的 就后面就不要encoding等于UTF8 如果是给Google用的话 或者是给非微软证用的话 那encoding就UTF8 然后后面的话就点write f.write 然后刮胡 就把那个你要写出去的东西 比如说S 那就把它放到里面 两行就存档 所以你会发现 在Python里面 两行开档 两行就存档 其实我觉得 这简直是太厉害了 以前的程式 没有像Python这么简易的 你说Java Java写 可能写到五到十行都写不完的 OK 那都不要用C++那些 那VPA的话 当然跟Python 当然也不相上下 只是说两者怎么比较 也许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谈一下 然后再来绝对路径 什么叫绝对路径呢 就是说我现在呢 并不是把那个档案直接call到我的专案底下 而是对应到C叠的某一个 资料夹的某个地方 那我讲过 它会C冒号斜线 然后哪个资料夹的 纸资料夹的 纸资料夹一串 有没有 然后有那个反斜线 那那个反斜线也是保留字 有没有 保留字元 所以如果你要输出不错误的话 记得要不就变两个反斜线 拖曳字元 要不就是在字串 路径前面加个小R 有没有 这个有印象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再一直加那个反斜线 那其他的话就是学生成绩计算 我讲过了 反正就是开档再切割 再放到 所以会有四个栏位 所以我们就产生四个串列 四个串列 如果你要说 把它写的简单 就A豆点B豆点C豆点D 等于呢 就三个中瓜五中间加豆点 这样可以产生快速的四个栏位 那名称我习惯用模拟那个Excel一样 ABCD嘛 四栏嘛 这样比较好记 以后的话 你如果要做类似的事情 像我第一个概念 我就有点像 我就开启Excel 然后我ABCD 然后几栏我就几栏 这样感觉好像会比较好写 但是如果说你假设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写起来真的 第一个你命名就不好命名了 有没有 你第一个命名名 第二个Chinese 第一个好一堆 你要打一堆的变数名称 然后呢 相对的我觉得没有像我现在讲的这么精简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查询最高分跟它的位置 有两个方法 有没有 第一个方法就逻辑判断 把最高分留下来 把最高分的那个人的名字也留下来 但问题 那个部分要多写 至少有九行程式 再加增加有六个变数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什么 用那个Index的话 那其实程式相对的会简单许多 应该有印象吧 那这部分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上次上课讲到的部分 就是在这边 就是先找到最高分用max 然后呢 姓名是在A A的这个串列 然后用B去Index Index找 找什么 找最高分的位置 所以它这个地方回传回来的 就是在那个B里面 最高分是在第几个位置 应该是垂直位置 然后应该有点像match 回来可能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出 回来跟你讲 不过位置应该是0 第一个是0 然后呢 我们就是再把这个0 如果放进去A0 A0指的是姓名所在的第一个位置 所以回来刚好就抓到相同的那个名字的位置 所以Index是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呢 你要理解上面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我觉得这个岛还是可以把它拿来 拿来应用 因为就可以少写很多程式 好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后面要接着继续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待会的话 再继续开启这个第五个单元部分 那我们上次是串列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往前继续再来看那个另外一个范例 就是这个合并全省邮局地址的这一个 所以待会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先去下载云端上面的那个范例档案 02这边进到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全省邮局地址的范例 点ZIP 那请各位 先不用打 直接打开 然后下载上面一个下载 那它是一个ZIP档 所以请各位把它下载之后存档 然后并且把它做解压缩的动作 解压缩把它打开 它一样在下载 那解压缩 我建议是用按右键 解压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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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一个档案 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会有全省的邮局地址 因为最近呢 大家也要开始要领三倍券 所以最近邮局变成热门话题 因为还好昨天没有发现什么暴动 本来想说是因为太多人要领了 所以会把那个邮局给挤爆了 我好像昨天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嘛 而且大家好像也都很聪明 知道说应该会很多人去领 所以呢 没关系 像我老婆说要不要早点去 我说没关系啦 也不会跑掉嘛 而且钱也不多嘛 对啊 所以三千块你说能够干嘛呢 也可以干嘛 还不错 而且最近政府有一些加码措施 像那个安心旅游方案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这个 就是你去饭店 政府会帮你多出一千块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这礼拜六呢 我想说台北附近很多饭店都便宜到也都不行 所以我就找了一家还不错的饭店 然后试试看 我哪里可不可以用安心的 他说可以啊 那我就订了一家 刚好在那个吧 那个大稻城那边吧 以前大稻城的一家 他那个那一栋那个饭店蛮特别的 他的外观是一个古迹 这样在古迹里面突然长了一个 十六层楼的一个饭店 你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一栋楼 底下就星巴克 不知道 大稻城 迪化街 对那边很好逛 而且很有特色 跟其他老街都不一样 你可以去逛那什么深坑老街 跟金山老街 跟什么 都其实说真的有什么不一样 三峡老街好像很多都 但是迪化街的老街真的就不一样 那那边刚好啊 他平常 饭店一晚大概都要五六千块 所以现在已经跌到只要两千块 然后两千块就算了 那我又用安心 这个旅游方案 所以最后我的一千块就可以住到 简直是一千块就可以 以前一千块能住台北市区的什么饭店 对 可能是住那种鬼屋等级的吧 现在 OK 所以这当然也是需要你要去收集一些资讯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待会就希望做什么 如果我下载这些东西之后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啦 这边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分隔 它也是中间是用空白当分隔符号 所以呢 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第一个 我希望写个程式 把这所有的几个档案 从三重一直到风源 好像有二十五个吧 我希望呢 快速的合并在一起 第一件事 怎么快速合并 以前当然你不会合并的话 你说老师我以前怎么做呢 打开对不对 然后Ctrl A C 然后怎么样 再贴到一个档案 然后再换Ctrl A Ctrl C 当然贴二十五次也不会很那个啦 可是问题 我们如果不要这样做 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比较难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合并完之后 我又要想要把它分割回来的话 那这就有点难度了 而且如果你要再分割 用人工来分割 那也更麻烦 因为为什么你要分割 你要找到那个位置嘛 所以要怎么样 分分合合 所以待会的练习 主要能做什么 很简单 概念非常简单 平常你们都会这样做 只是我不要用 人工的方式 现在还好只有二十五个档案 如果你有两百五十个档案 那你怎么办 如果你有两千五百个档案 怎么办 对你不能说 我质量 就是我以前可以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为什么逼着一定要来写程式 因为它的资料量突然越来越多 大家一定还会把所有的data 通通放在电脑里 只会越放越多 不会越放越少 有没有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政府处理事情也是这样 随便全部都电脑化 全部都在 data 都在电脑网路上面 云端上 那怎么处理 对 你也不能说图法量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个 把那个上次上课的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那如果你对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提的问题 假设你都还不算太熟练的话 那一定要回去花一点时间 第一个一定要把它熟练 第二个的话 一定要把它写过而且不要出错 否则的话 应该不算说你是会写Python吧 OK 因为你要能够会写Python 至少就是说 要能够真的人家要你做什么 你可以很快做出来 才会是正确的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如果如何可以把 刚刚讲的 全部做出来 试一下